恭喜你 你不太会受到干扰 在水逆期间还不受干扰 你真的是内心很强大 我鼓励你继续用像你这样 比较正向和享受的心情呢 跟旁边的人互动哦 你有订阅牛新闻的YouTube吗 赶快来按赞分享 并且打开你的小铃铛哦 欢迎来到 傲修缠卡解读时间 我们今天要解读的主题是 水逆求生 最近我该如何面对 沟通上的干扰呢 请大家跟着我深呼吸 非常好 打开你的心 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心脏的周围 我们这边有四张牌 一 二 三 四 跟着你的直觉选一张牌 选好了吗 我们要开始咯 先来看第一张牌 这张牌叫做信任 嗯 抽到这张牌的你呀 在水逆期间 你对人是不是会有一点点的害怕 甚至想说 他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我要不要多做一点准备啊 算了我还是不要相信他啦 我先自己做看看再说 嗯 你对人有习惯性的 不信任的感觉哦 你可以扒一下你的记忆 是不是过去有一些 比如说老师啊家长啊 或者是重要的印象深刻的事情 让你觉得说啊我好像不被信任 所以我对人一定要采取一点防范的措施 这样才比较安心呢 我建议你啊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千万不要把它再挂在你的肩膀上 这样压力很大耶 过去的事已经不是现在的事了 如果你对对方有一点担心没有关系 看着他的眼睛多观察他 用心去感受对方 你就知道这个信任感该怎么拿捏咯 所以说话然后互动的时候 如果在水逆期间有一点沟通的干扰 用心感受对方一定对你有帮助 我们来看第二张牌 这张牌叫做开花 恭喜你你不太会受到干扰 在水逆期间还不受干扰 你真的是内心很强大 我鼓励你继续用像你这样比较正向和享受的心情呢 跟旁边的人互动哦 就像同事之间如果沟通不太顺的话 你一定会想说哎他应该不是故意的 我多问问他好了 或者说出错了会赶快想说 我们来赶快整理一下 怎么样才能把这件事情全部搬回来 尽快的处理好这件事情 那我相信你这样的心态呢 周围的人一定能感受到你的一些包容心 或者是正向的能量 如果在水逆的时候不小心吐嘴 我相信旁边的人都是你的同盟君哦 我们来看第三张牌 这张牌叫做平凡 我知道在人和人之间沟通的时候 有时候话少比话多要来得好 所以你比较倾向于冷处理 什么事情该怎么做呢 你坚持自己的想法 但是他怎么做我也不能控制他啊 所以你决定我不同意他的想法 但是我不强求 那就算了嘛 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干扰到你 你可能会尊重对方的想法 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干扰到你了呢 你也会不强求 就看这件事情的利害关系在哪里 如果没有那么严重 你也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了 如果有点严重呢 你可能就默默的坚持自己的想法 管他的呢 嗯 这也算一种智慧啦 就是不跟对方直接的发生冲突 不过反过来说 当你冷处理的时候 也比较少人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就孤苦伶仃 一个人在那边苦苦的苦成 也是比较辛苦啦 建议你啊 还是要像平常的心态 我的情绪慢慢的收回来的时候 我是不是试着再沟通一下呢 不要当下沟通是个好方法 事后沟通还是必要的哦 我们来看第四张牌 这张牌叫做比较 情绪起伏大容易受影响 说的就是你 你也知道啦 就是啊 有点幼稚 但是你没办法 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没办法 怎么办呢 我跟你说哦 当你情绪起伏大 不想要这么做 也控制不了 太容易受影响了 这代表你对自己不了解 你钻牛角尖的部分 你还不清楚 当你的心里还没有理性的想清楚 你的情绪已经不小心跑出来 这代表你对自己的情绪的理解 还是有点lag 就是有点延迟的 也许现在产生情绪 可能三小时后 半天之后你才会发现 我哪里不满意 我哪里不舒服了 本来是有道理的 但是情绪发出来 人际关系已经搞砸了 好像有道理也变得没道理了 所以在这里啊 老师要奉劝你 不要钻牛角尖 看到对方的好心 还蛮重要的哦 因为不可能 每个人都想要害别人嘛 你自己有需要 跟别人妥协的地方 那拿出一点智慧来 让自己稍安勿躁 然后回家花点时间了解一下 你对某件事 对某个人是不是有成见 是不是已经提前 有一种防范心态了呢 当你了解自己的心态 并且及时的觉察你的感受的时候 情绪自然就可以控制下来 沟通啊 是我们永远的主题和话题 有时候事情不难 但是人和人的相处真的是太难了 半句话沟通不好 可能一个大案子 或者是一个很好的关系 就这样被破坏了 所以水泥期间 其实并不是要告诉我们 啊化孕又来了 大家都suffer在里面 都很痛苦吧 不是水泥要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谨慎的去运用自己的能力 当你能力好的时候 多包容能力不好的人 那些小瑕疵 因为他用一点心思 可能就会提升 而当你弱势的时候 你要记得 你现在也要努力努力再努力 那这种能量本来就是此起彼伏的 提醒我们值恩感恩 也提醒我们多包容别人 多心平气和啦 当我们越来越好的时候 做任何事情都顺利一点 不是吗 我们下集见了 拜拜